我的哥哥很开朗 家里的长辈都喜欢他 我的哥哥很懂事 从小到大总是保护我 我的哥哥很孝顺 他和妈妈说 要一直跟我们在一起 但是突然有一天 哥哥走了 有请 你好 苏东老师好 大家好 来 请坐 好 我们怎么称呼您 我叫齐仁芳 来自安徽 我今年34岁 来这里是想找到我的哥哥 我哥哥对我一直很好 然后对父母也很孝顺 他跟我说过 会一直照顾我 但是他突然离开了我们 离开了家 从头讲讲吧 小齐 家里当时几口人 一家四口 父母 还有我和哥哥 和哥哥 对 我的哥哥是 爸妈从远房亲戚那里 抱养的 他是 在他几个月大的时候 父母在亲戚家 把他抱养来的 虽然是抱养的 但是 我父母对他 都是像亲生儿子一样的 在我心目中 我哥哥是 虽然不是亲哥哥吧 但是他比人家亲哥哥 对妹妹还要好 记得是在我三岁的时候 有一次 我爷爷在地里面干活 他就说 让我回去叫哥哥 帮他送点水过来喝 我回去的时候呢 我看到有一壶水 是刚烧开的水 我那时候特成人 我就觉得 我如果做好了事情 大人会夸我 我哥哥这时候过来看到了 他看到我在倒开水 挺危险的 然后他就说 妹妹你不要弄 这个会烫到你的 我当时我就特别不懂事 我就推他 两个人就推推伤伤的 当时因为是夏天 衣服穿得特别单薄 然后虎嘴就对着我了 那时候我就不小心 把水就烫到我自己身上了 我哥呢 他就是 就一马一把就把我推开 水就往他身上冲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他的这一大块 全是被烫伤的吧 我也有一点点 我哥的爸到现在肯定还在 当时我就知道 我有一个好哥哥 他可以为了保护我 不顾自己的安慰 哥哥很懂事 那时候还是小孩呢 那时候他九岁 他不但是一个对我很好 他还就是非常孝顺父母 在放假的时候 他陪着妈妈去捡废品 我妈说 就有一次下着雨 你家有那种板车啊 大概这么宽 有三米长的样子 我哥哥就是 可能他那时候才一米四 一米四级吧 就拖着那么大一个车子 就拖着那些废品啊 在上坡的时候呢 就可能人小 力量又小 就翻车了 车也翻了 人也翻了 上面东西全部都翻了 他在刚好滚在一个鞋坡下面 那个鞋坡 就是沿着那个鞋坡 他翻了好几个滚 看到我哥哥摔倒了以后 我妈很着急啊 他就过来看我哥哥 也没有受伤 我哥哥就说 他没事的 没事的 还问我妈有没有事 来叫我妈不要担心 十三岁的小孩 真不容易 你知道心疼大人心疼骂吗 对 但是幸福的时光突然在96年的时候截止了 我的父亲因为车祸去世了 那个时候你多大 哥哥多大 我爸爸去世的时候 我十岁 那那个时候哥哥还在上学吗 没有 我哥哥没有上学 然后我爸爸呢 他那个时候就说 男孩子嘛 就要有一门手艺 就想去让他跟着亲戚学瓦工 在我爸爸去世的前一天 就是正月十五 然后我爸爸呢 就说要送我哥嘛 送我哥去老家那边去学嘛 我哥哥就说 不用了 我都这么大的孩子了 我不需要你送了 但就在第二天 我爸爸就因为车祸去世了 在回来的路上呢 就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 回来到了家里 当时我看到我哥哥 就是那个 就是很自责 他一回来就跪到爸爸的那个零钱 一直跪了就没有起来 他那几天没有吃没有喝 一直没有起来 就跪着 因为他是男孩子嘛 他就可能有很多心里的话 他没有表达出来 但是在那一刻 他一句话没有 就是在那里默默地流眼泪 就不跟任何人讲话 当时 我觉得他们 之前那一次以后 可能就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事后他跟我说 他说都怪我 如果我 如果我让爸爸去送我的话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意外 不会怪任何人 对啊 可是哥哥他总是很自责 他觉得爸爸去世了 家里的所有重大就应该他来撑起来 他应该撑起这个家 他就跟着大人学怎么样去种地 所有的农活他不要我们干 全部都他一个人去 家里那时候房子漏水很严重 住的是那个土房子 我妈妈呢又考虑到哥哥 现在也有16岁了 过几年也该成人 要成家了 我们家人都说 那要帮哥哥把房子盖起来 其实很多很多人家家里盖房子都是要请小工的 要请很多小工 然后我们家呢 不是 没钱 没钱 小工都是我哥哥一个人干 他就是挑砖啊 半夜都挑砖 把那个一楼的砖挑到二楼去 然后自己学着怎么样 就货水泥 他就是为了省下那个小工的钱 然后房子盖好了以后 有一次 他觉得房子盖起来了 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 家里 我爸爸去世的那个陪众房子有三万嘛 然后房子还欠了很多钱 我哥哥觉得 光靠就住点地 很难还上这个钱 而且要保证我和妈妈的生活质量 他就决定要出去打工 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觉得 他就是家里的领娘住 不能让自己的家人比别人过得差 有一次我们在那个 就是我们家的天台上 哥哥就跟我聊天 他说妹妹 如果我出去工作了 我就要挣很多很多钱 我要把你和妈妈 接到大城市生活 因为他那时候是准备去上海 我要在上海买大房子 我要带着你和妈妈 离开我们这个农村 让你们过上最好的生活 然后他就出去工作了 就是哥哥的所有出发点 都是这个家 对 他都是为了这个家 来选择自己接下来的人生 是的 是的 后来出去工作了 那一年是 我记得是98年 我记得他回来那天是个晚上 那天 我买了鸡蛋 后来路上呢 我不小心把所有鸡蛋 全部打碎了 当时我很着急 我就怕我回去 我妈肯定会打我 本来家里就没有钱 后来回去呢 没想到我哥回来了 我就跟我哥讲 我说我把鸡蛋打碎了 没事 他说我哥哥回来 妈妈是很高兴的 她不会怪你的 然后说完以后 她就从包里套了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罐子 一个铁罐子 后来打开以后 就里面很多 一块啊 五毛的那种硬币 我说你怎么有这么的硬币啊 他说这是我存了一年的硬币 专门为你存的 他说 我希望你把这个钱 拿了自己花 不要告诉妈妈 他说你在学校里面 如果需要什么 就拿这个钱去卖 我不需要你呢 过得比别人的小孩差 他说以后 你要是这个钱花完了 你也可以告诉哥哥 就直接就给你 寄到学校里去 发生什么事情 他都为我好 为我着想 我也觉得 我的哥哥真的是 说实话 他比别人那种 亲生的兄妹 还对我还要好 然后第二年 他跟姨父去了上海 就是一年 也就是没这么 跟家联系 到了过年的时候 回来呢 我听我姨父说 他们场倒闭了 我哥哥从来没跟我们说过 他在电话里面都是说 我很好 我有钱花 我妈其实 她当时已经听我姨父说过了 她知道我哥不愿意说 那肯定是 她是想报喜不报忧 那没挣到钱 她靠什么生活呢 我们不知道 从来没跟你们说过 在外面省事件 因为她也不会找家里要一分钱 就是那样一个人 在电话里面都是在嘱咐我们 照顾好自己身体 然后2000年的时候 上学 报名的时候 我拿不出一分钱的学费 我那时候 我自身心也是挺强的 也是我的成绩也下降了 所以我当时我就决定辍学了 这个事情我没有告诉我哥 我知道如果告诉他 他绝对会阻止我的 后来我就瞒着他 我一个人去了东莞打工 我们那时候还有联系 也是经常问我有没有钱花呀 他说妹妹你到上海来吧 我照顾你 他说你这么小就出来打工 你不要打工了 他说你来上海 你跟着我晚几年都没事 他总认为是 就是因为那一年 他在工厂里面上班 没有拿到工钱 所以是导致我 你就没上学 我说我没上学 你也不用自责 我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我说是我自己的原因 其实他很多事情 他都是很自责 那一年我跟他的最后一通电话 就是在我18岁那一年生日 2004年 对 我哥哥说 妹妹你今天成人了 也就说明你是一个大人了 你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主 以后不管什么事情 哥哥都会支持你 但那一通电话 就是最后一通电话 因为那天我18岁生日那天 我请了很多朋友 来我们家 那天我的手机就 也就很随意的 放在一个电视上面 等到朋友们都散去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手机不见了 然后我是打工 挣了几个月吧 挣了几个月的工资 我就去买了一部手机 我买了一部手机以后 我第一时间 我就是给我哥打电话 但是电话那头就是停机 你还记得哥哥 在上海那个电话号码 我一直记得 我至今都记得 每天这个号码 在我的脑子里面 已经是滚刮烂熟了 每天都打 然后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一直没有 这个手机再也没开过机 但是我每次在他 每年的生日那一天 我都要打 我自己也知道是 不可能有骑士出现 但是我还是傻到 每年他生日 我都有想打 我想这个电话 不管打不打得通吧 都有想跟哥哥说一声 生日快乐 了解到他在上海 做什么工作吗 他是在酒店里面 我记得他跟我说过 是学调酒 那他那时候往家里寄钱 或者给你打钱 是比较稳定吗 打钱他过年回去会给 为什么就会突然 不联系了呢 我们探讨出来 就是觉得哥哥 他就是给自己 太大的压力 他一定要挣到钱 那再回来 这期间你们 托亲戚朋友找他了吗 自从05年那时候 我敢肯定 他是失去联系以后 我自己 我用过很多种办法 那时候我学会用QQ上网 有一个那个查找 查找什么 那个好友那个工人 我就找男性 年龄是在我哥 这个年龄段的 地区就是选择我们家 我们家乡的地址 就搜索 打我哥的名字嘛 因为我想到 可能有的人会用这名 搜索不行 搜不到 然后我就用 我就觉得 是不是地址写错了 他会不会是写 上海的地址 我又搜 还是不行 其实这方法 真的很蠢很蠢 茫茫人海 怎么可能找得到 但我就想试一试 我记得去年有一次 我妈妈生病了 那一次我去给我妈妈 找那个医保本 我一中发现 我妈有一本存折 是写的我哥的名字 我再打开一看 存钱的 第一次存钱的日期 是从03年开始 每一年存500块钱 我就问我妈怎么回事 我妈说 你哥哥这么多年 没有回来 不知道他在外面 过得好不好 他如果回来了 这个钱 至少也能 就是说 吃喝没问题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 我都会把照片 拿出来看一看 他的照片 他寄给我的 有几张是 那个过数了吧 有两张没有过数 那两张没有过数的 就是一个点 一个点 一个点 都发霉了 其实那个都是我的泪水 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我现在 我已经嫁人了 嫁人了 有两个女儿 妈妈呢 妈妈 我去年她生病以后 出院了以后 我就把她结在一起 今天小琪来寻人 妈妈也来了 是 我妈妈也来了 带着妈妈来的 是的 那我们接下来 请妈妈妈一块上来 我们一块儿 看看寻找的结果 好不好 好的 好 来 我们有请小琪的妈妈 阿姨你好 你好 你好 想儿子不 日夜也就是想得开 日夜也想儿子 嗯 儿子要是能找到他 您希望对儿子说点什么 希望对儿子做点什么吗 我 我希望给平安安安的回来的 签不签都是小时 只要给平安安回来的 我就很开心 嗯 嗯 太别开心 我会没两天 会给没两天都开心 嗯 签不签都不重要 签不签都不重要 只要签得健康 就是好治疗 那我们希望今天 能给你们这一家人 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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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琪现在推着妈妈 嗯 我们来看看 寻人团帮助你们寻找的情况 来 有请 好 好 请抬头看 齐人芳您好 我是等着我 学人团的李七月 您在等着我 荣媒体平台上 发布的希望寻找 哥哥的报名信息 我们已经收到了 您提供了 哥哥的名字和年龄 以及哥哥是在2005年左右 和家里人士去联系的 您还提到了最后一次 联系哥哥的时候 他是在上海 根据这些线索 我们第一时间 在等着我 荣媒体平台上 发布了学人信息 很快我们就收到了一位 来自上海的热心网友 提供的重要线索 根据热心网友 提供的线索 您的哥哥目前 应该就是在上海 我们也派出了 寻人团前往上海 希望能够见到您的哥哥 这里是上海的学家会 非常的繁华 我们根据热心网友 提供的线索 得知哥哥起源记 应该是在 这一间商场里面 出现过 这里的人员流动性 说实话还是挺大的 走吧 先进去看看 我们得知的线索 就是哥哥起源记 应该是在 这一家店里面出现过 您好 请问一下 这边有没有一位 一位是不是叫 起源记呢 有起源记吗 哎呦 你您听过 起源记这个人吗 在这边工作的 虽然我们没有打听到 关于哥哥的线索 但是我们没有放弃 扩大范围 继续寻找 加油 等着我 看来我们有很重要的信息 但是我们寻人团的寻找工作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那么究竟今天我们能不能找到哥哥 能不能把哥哥带来和你们见面呢 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现在小齐 请和妈妈一起走向希望之门 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说 你一定要在外面挣多少钱 因为毕竟一家人在一起很难得 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觉得 他就是家里的领娘柱 他就把所有的责任 他都来到自己身上 为原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你就是我最亲近的哥哥 我希望在这以后的每一年 我们都能够开开心地在一起 我希望你能够开心地 是 我爱你 我爱你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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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对 来 咱们把妈妈推过去吧 到那边去慢慢说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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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坐中间吧 妈妈坐中间 对 妈在这 妈妈是你 你是好孩子 擦擦眼泪 来来来 给妈妈擦擦 我再吃 妈妈 你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哥哥这几年到底过得怎么样啊 我们后来就是在你们看到的那间餐厅里找到的哥哥 哥哥当时在里面忙着炒菜 他是那边的厨师 他这几年其实一直都在做烹饪方面的工作 他炒的菜其实特别的好 但是 其实我在听你的讲述的时候 我觉得你猜的都对 你哥哥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信念 就是想挣大钱 回来孝顺妈妈 照顾妹妹 而且这个信念在他心里是非常非常强的 其实我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我哥哥他一定是有什么事 是的 我们遇到他的时候 其实还挺戏剧性的 他不知道我们是来找他干嘛的 但是我刚刚说 你妹妹三个字的时候 后面什么都没有说 他立刻就放下东西要跟我们走 要回来见妈妈和妹妹 对不起 我也在想 西大哥这些年来 他肯定特别想回家 但是真的是我们的出现 让他真正迈出了回家的那一步 这一步对他来说 可能还真的有一点难 西大哥 能简单跟我们说说 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了吗 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也才几百块钱 这个八九百块钱左右 我真的恨我自己 一直想挣大钱 回家让妈妈和妹妹过上好的生活 一直想挣大钱 把 挣不到 心里也一直在愧疚 因为晚上基本上都是 做梦 想妈妈和妹妹 对不起 西大哥 你有没有什么目标 比如说你在心里说 我要挣到多少钱 我就回家 我想挣的钱 帮妹妹买房子 买车子 可是你知道我不想 我想要的不是这些 就是要你的陪伴 其实这就是一个分别的根本原因 就是哥哥想给你们的 和你们想要的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其实哥哥真的是把你们放在很重很重的位置上 我知道 我们后来跟他聊天就知道了一些细节 他有一张照片 哥哥拿出来给妹妹看看吧 那个照片 这个是一直放在他家照里面的 唯一的张跟爸爸的合影 然后他手机的密码都是你的生日 他其实真的是一个把所有的家人都放在心里的一个人 首先特别感谢这家人 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两个字叫错过 都彼此深爱 却在过去的十几年不断地彼此错过 我们每天都在想送出一份爱的礼物 但是送礼有一个规矩 就是看收礼的人喜欢什么 我觉得哥哥从小有一个情节 要成为这个家庭的英雄 要翻转母亲和妹妹的命运 特别了不起 但是我特别想告诉这个哥哥 当你替你的妹妹挡开那壶开水的时候 你已经成为了你妹妹生命中的英雄 你已经完成了这个最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我们喜欢回家 因为在家里我们不用再证明自己可爱 我们在家里就是可爱的 而那些爱我们的人也不关心我们为他做了什么 只关心我们能不能在一起 谢谢王博士 谢谢 说点高兴的事吧 齐大哥妹妹是有两个女儿 对不对 然后他特别特别高兴 他说他真的很喜欢小孩 那齐大哥今天我们也为你带来了一份礼物 您抬头看 舅舅我叫罗雨晗 这是我的妹妹罗克文 我们很希望你能到我们家里来玩 外婆和妈妈也很希望你能回来 开心吧 两个小外甥女儿 是的 哥哥也准备了两份礼物 咱们打开看看好不好 这是给妈妈的 妈妈打开看看 帮你 带上吧 多选礼物 真好看 给妈妈带上吧 这是什么 一条丝巾 对 因为在上海嘛 可以买到这些丝绸的很漂亮的 很洋气 我哥哥他一直就是很细心的人 他 他以前每年回去会给妈妈买衣服 都买得特别合身 来妹妹看看 这是你的礼物 好不好看 给镜头看看 给镜头看看 看看 是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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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 没 我 我 看到 你 我 我 在 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